和自己的母亲较量了一辈子 最终满盘皆输 北野武大家都认识 日本著名的演员导演 当他走红之后呢 母亲每月都伸手管他要钱 一次就是几十万日元 为此他和母亲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后来母亲病重 北野武去医院看望 临走的时候 他收到了个小袋子 这是母亲留给儿子的遗物 北野武很不屑地打开 发现里面是一张 以他的名义开的存折 存款接近一千万日元 这些都是这些年来 母亲跟他要的所有的钱 母亲一分没话 全都存了下来 为什么呢 他怕自己的儿子红不了多久 而他又了解儿子 自己花钱大手大脚 于是想尽办法 帮儿子存点钱 以防后患 1999年夏天 母亲去世 在葬礼上 北野武是不想让媒体 看到自己的失态 于是他想了很长时间的笑话 他想在葬礼上讲笑话 比如说火化时 他就可以说上一句 麻烦帮我考个三分钟 但最终 他一句笑话都讲不出来 只是抱着母亲的遗像 放手大口 这一刻他不是演员 也不是导演 只是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 他就像一只风筝 一生在努力地飞得更高 摆脱母亲 可是回过头来才发现 自己始终没有 正开母亲手里的线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我用一生和你说再见 你却用一生和我说 路上孝心 愿所有的孝心 都有所归属 不把等待 熬成遗嘱 导演